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尹优威天天失魂落魄 以泪洗面 而正是这个时候我出现在他身边 可能失恋时候的他感情比较脆弱 我追他不到一年 他便同意和我在一起了 我以为这些年 我早就走进了他的心里 他也已经忘记了抛弃他的男人 可如今看来 不过是我自我安慰罢了 尹优威闺蜜留言笑着道 优威 大冒险游戏而已 我怎么看你们稳的情动啊 不会是就情复燃了吧 别忘了你下个月就要和陆昭订婚了 周围又有人开始起哄 他瞠怒瞪了眼留言 貌似怪他多嘴 随后又整理了下衣服和头发 重新坐回原来位置 而和他接吻的男人也顺势在他身边坐下 两个人紧紧挨在一起 因光线太暗 我不再能看清两个人坐下的动作 尹优威熟练抬手 叫来适应声 附在他耳边吩咐几句 不一会儿 适应声推着各色洋酒 排列整齐的推车来到他们卡座 然后将推车上的酒摆在他们桌上 他们那群人开始狂欢 很显然 尹优威是这间酒吧的常客 这就是我的未婚妻 在我心中 它就是我的白月光 可我从没想过 月亮背光的那一面 本就是坑坑洼洼丑陋不堪的 我压下心中的怒气 走了过去 当我站到尹优威和孙杨对面时 他所有的朋友脸色都有些尴尬 孙杨赶紧挪开与尹优威的一些距离 站起身和我打招呼 陆大少好久不见 我没搭理他 自顾自坐到他和尹优威的中间 然后拿过尹优威手中的酒杯 一口干了 孙杨见我没有理他 大约有些不高兴 他阴策策道 陆大少是有钱 可没必要这么看不起人吧 搞得好像谁都要占你便宜一样 一口酒下肚 并没有缓解我喉咙蒸腾的火气 反而越来越重 我又倒了一杯桌上的养酒 养头一口闷下 然后转身将孙杨摁在座位上 在他脸上狠狠捶了好几下 而周围人群惊呼 引诱威猛的用力将我拽到一旁 他站到孙杨前面 捧着他的脸 小心翼检查一番 他把男人护在身后 哽着脖子质问我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的朋友 立马给他道歉 我冷哼一声 把杯子置在地上 我打他还要什么资格 我想打便打 引诱威气到小脸通红 胸口剧烈起伏着 他的一众朋友 都安唇般坐在位子上 一动也不动 孙杨压抑着情绪开口 又威算了 我刚回国 无权无势 也不像陆大少家中 有资产有背景 他想打两下便打吧 我不会说什么 也不会报警的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看向我的目光 都多了些谴责和鄙夷 引诱威气地浑身发抖 突然 他抬手一个耳光 结结实实扇在我的脸上 陆昭 我对你简直太失望了 你仗里有点臭钱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走 孙杨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 说完 他牵起孙杨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正正站在原地 看着两个人的背影 消失在酒吧门口 心口疼得喘不过气 我和引诱威自小相识 小时候是邻居 长大是同学 也算青梅竹马 我一直很喜欢他 但在大学前 我一直以为 我对他是妹妹那种喜欢 后来我醒悟时 他已经和孙杨在一起了 孙杨家庭条件虽然一般 但是成绩优异 长相也不错 对待引诱威也上心 我并不想破坏他的幸福 当时也是真心祝福他们 可惜事事多变 五年前他父亲被人骗去澳门 赌博输光全部家产 包括他家公司的股份 赌场还拿着借条 找他们要债 他从千金小姐一夕之间 落为老赖之女 也是那年 孙杨离开了他 办理了出国留学 直到出国的前一天 他才和引诱威提出分手 他父母为了躲债东躲西藏 他为了赚生活费和学费 每日每夜打工 我是大二寒假回家 才得知引家的事情 是我和我爸打了借条 帮引家的外债还清 也承担其引诱威的所有开销 那时候他正因孙杨的出国和家庭破产 痛不欲生 而我的出现 犹如在他黑暗的世界 投下一道光 所以顺理成章的我们 走到了一起 因着我和引诱威的关系 我爸妈也向引家伸出了援手 在我爸妈投资下 引家父母又创办了和原来公司 相同业务的一家小型企业 经过这几年的运营 也算办得有声有色 虽不像之前那般 腰缠万贯可以挥金如土 但起码生活富足无忧了 我和引诱威的四年的感情之路 也算顺利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进婚姻 走向暮年 可我错了 初恋情人的杀伤力 是我根本无法预料到的 引诱威从领着孙杨离开后 就失联了 我打出去的每一通电话 都被她挂断了 于是我联系她的闺蜜刘言 刘言支支吾吾一番 建议我去城郊公园中心湖庭 去看一看 一个小时后 我真的在那边看到了 依威在一起的两个人 这俩人确实有病 大冬天的在湖边吹冷风 湖边的亭子的长椅上 两个人肩并肩相依而坐 一起欣赏着湖面的美景 月光投射在湖水上波光 寒风吹过 那波纹便一圈一圈样开 确实挺美的 也确实挺冷的 大概他们被美景陶醉 我走到他们身后 也都根本没有觉察到 我听到孙杨说 这些年在国外过得很辛苦 学业重 打工累我都能忍受 只是想到你 我心里就难受得厉害 经常想你 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学业结束 本来我可以留在那里 但是为了你 我拒绝了 尹优薇沉默了一瞬 半天她开口 别说这些了 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马上要订婚了 孙杨情绪有些激动 就录招 又薇 你觉得她那种 顽固富二代 配得上你吗 你看她不可一世的样子 她那种人会 守着你一个女人过一辈子吗 尹优薇轻轻说了句 可是这些年 她对我真的挺好的 可是好不是爱呀 又薇 我爱你 为了你 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现在我虽然比不上她有钱 但是你相信我 我会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尹优薇承诺了 孙杨却猛地把尹优薇抱在怀里 低下头吻了上去 女人起初还在挣扎 十数秒后 她的双手攀上了她的脖子 两个人沉沦下去 我没有打扰她们 转身离开了公园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正当我想着如何和尹优薇解除婚约 成全她和初恋情人时 我的好友打来电话 陆昭 你上新闻了 我有些猛 一时没反应过来 什么 她说 你不看手机的吗 现在同城热搜 你在排在第一 赶紧找你家危机公关处理下 在闹大 说不定影响你家公司生意 挂了电话后 我点开同城新闻 果然路程财大气粗 仗是欺人的标题新闻 排在首页最显眼版面 我又打开短视频平台 也是一样 视频正是我几个小时前 打孙杨的那一幕 不过经过剪辑 确实有点像我喝了两口酒 就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尤其那句我打她还要什么资格 我想打就打 更是引起骂声一片 内容写得很有水平 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 让事情更为客观 目前虽只是同城热搜第一 但点赞量都已经十数万了 下面评论更是清一色声讨我的 还要抵制我家所有产品 看视频的角度 是尹UV这个卡座的人拍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谁拍摄 但是将这件事情 推到网上恶意针对我 用脚指头 想都知道出自谁的手笔 事件的发酵远比我想象的要快 两个小时后 原本那条点赞十多万的视频 赞数已经破百万 应该是幕后有人在疯狂给这条视频 充值推广费 连我妈都刷到了 她安排公司公关做危机处理后 打电话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索性处理及时 我爸也和多家媒体老板认识 这件事很快被压了下去 但事情没完 本来我还打算成全他们 如今梁子是结下了 不得不说 孙杨这招确实挺高明的 这一局在我这里确实是死局 尽管酒吧有监控 周围有证人 那也刚好佐证我真的打了他 而他没有还手 尹又威回来的时候 已经凌晨两点了 他看见我还坐在沙发上 瞬间就沉下了脸 他扔下手里的包 站在我面前 陆昭 我是你的女朋友 不是你养的小玩意 你没有权利干涉我交友的自由 如果你这样专行霸道 这个婚我们不定也罢 趁着现在好聚好散 我们分手 分手这两个字 他曾经也提过 每次都以我的服软而告终 在我们俩的感情中 尹又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从前我真的很怕他会离我而去 所以我拼命地对他好 宠着他 对他百依百顺 可是这些好只换来了周围人嘲笑我是舔狗 和他对我客气疏离的态度 也许我在他心里 也许只是一个在他困难时 向他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罢了 如今他的真爱 初恋情人回来时 他便毫不犹豫 又扑向他的怀抱 好啊 那就分手吧 我顺着他的话回道 这段感情让我很累 也很疲惫 引诱微听后 却脸色一白 声音都提高几分 你说什么 我站起身 指示着他 我说 我们分手吧 他嘴唇微微颤抖 眼眶开始发红 忽然 他把手里的手机狠狠置在地面上 我不想看他发疯 转身要回房间 他一把扯住我的胳膊 眼神带着些迷惑和茫然 你怎么了 我甩开他的手 不再搭理他 静止去了卧房 反锁了房门 没多久 客厅传来噼里啪啦的打杂声 静谧的午夜 这些声音尤为刺耳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 不想让自己听见外面的一切 我不知道几点睡去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 已经八点多了 走到客厅发现 除了少了几个瓷器百件 那里已经恢复了干净整洁 仿佛昨晚的事情不曾发生过 就像是场梦 胡乱挽着发际的引诱微 就像一个居家小媳妇 她穿着围裙 捧着一个黑色砂锅 放在餐桌上 她看见我过来 温柔冲我道 你醒啦 快去洗漱 来吃早餐了 我熬了海鲜粥 海鲜粥 海鲜粥看似简单 实际程序复杂 很多海鲜都需要提前泡发 大米也需要提前浸泡 一小时以上 可能她前一晚就开始准备 五六点便起来熬粥了 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第一次主动下厨 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 我狐疑地看着她 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她大概也猜到我心中所想 先盛了一碗粥 放在我面前 道 对不起 我为昨天冲动 打了你一巴掌道歉 顿了顿 她接着道 不过是你先动手打人 你也算有责任 这件事也就算扯平了 我苦笑出声 原来一大早就忙着熬粥收拾 是为了别的男人 来和我把账扯平的 我喝了一口海鲜粥 粥有很重浇糊的味道 还有点腥 干贝似乎也没有泡开 咬上去又干又硬 我把嘴里的粥土到碗里 然后直接倒进了垃圾桶 尹又威看着我一连串的动作 瞬间脸涨到通红 可出乎意料的 她只是深深看着我 并没有指责我什么 我和尹又威的关系 开始变得微妙 对于那晚说的分手 她好像失忆了一样 再也不提及一句 面对我处处给孙杨使绊子 她也没有开口说我一句不识 与此同时 她的态度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的态度变得疏离和冰冷 而她每个早晨 她会精心准备各种早饭 尽管那些基本都是买回来的 也会在我出门时 帮我整理下衣服和领带 然后温柔和我说等我回来 偶尔我在公司处理事情到很晚 她还会特意开车过来 给我送饭 然后默默在边上等着我下班 和我一起回家 这种感觉让我产生不真实的恍惚感 因为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 就是我以前渴望和她在一起的生活 说实话 我差点就心软了 就差一点点 如果没有看到那条孙杨 给她发的微信消息的话 那晚是我们订婚的前一晚 我一直在公司 待到晚上九点才回家 是的 直到订婚前一天 我都没有勇气再开口提退婚的事 每次看到她 冲着我笑意盈盈 眼底满是星光 我的那句我们已经分手 就像被掐了头一样 再也说不出来 待我在回家时 客厅放着悠扬的音乐 所有的灯都开着 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尹又威应该在洗澡 我坐到沙发上按着眉心 缓解紧绷了一天的情绪 沙发扶手上的手机 突然响了一声 我顺着声音去看 一条微信横幅 谈到了主页面 又威 我好想你 你明天就订婚了 今晚能出来陪陪我吗 紧接着又谈出一条 我真的只是想你 想到你要嫁给他 我恨不得去死 求求你出来 见我一面好吗 身体像被电流击中 连神经末梢都在阵战着 输入密码的时候 我指尖都在发抖 还好密码并没有变 连他银行卡密码都是这个 可待我看到两个人的聊天时 我几乎难以呼吸 心像被一只大手紧紧攥在一起 尤其尹又威的那句 孙杨 我爱的人确实是你 但是我欠他太多太多 我不应该也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气他而去 否则他会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 我也一样 请你原谅我 顿痛感从脊椎端升起 直至蔓延至四肢百骇 脑海中却不合时宜地想起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尹又威喜欢黏在我的身边 他说 陆昭 我爱你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因为他的这句爱 我拼了命地为他付出 即使身边人都嘲笑我像一个舔狗 我都魂不在意 因为我知道 我和他是双向奔赴 并不是我单方面无意义地付出 可时至今日 我们即将步入婚姻 他却说 他爱的是别人 摇摇头切断梦一般的回忆 眼眶酸涩的厉害 胃也跟着抽腾起来 大概最近因为郁节于心 经常时不下咽 我退出了他的微信界面 将手机放回原位 甚至还不忘把孙杨的那条消息 标记成未读 尹又威喜好澡走了出来 他看见手机在我面前 表情僵了僵后 出现了些许慌乱 他边擦着头发 边走过来把手机拿在手里 看见我并没有一场表情 只是在低头看着自己手机时 他悄悄嘘出一口气 他打开手机看了看 半天没有动静 站了很久很久 他湿漉漉的头发上的水珠 已经在地面形成一片小小水渍 他才转身走回了房间 胃疼得难受 我去药箱里找了两片打喜脚下 当尹又威再次从房间出来时 他已经收拾好自己 还化了淡妆 看来是准备去赴孙杨的约会了 不知道是胸口还是微剧烈脚痛起来 脸上也已经开始冒冷汗 尹又威看见我脸色苍白 小声开口 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 早点洗个澡休息 明天订婚 还很多事情要忙 我没有搭话 只用手死死抵住自己的胃部 来缓解疼痛 那个 他犹豫着开口 似乎在斟酌说辞 刘妍刚刚约我出去说有点事 我过去看看 你先睡吧 不用等我了 我抬头 看像站在我对面的女人 她居高临下俯视着我 即便是这样的角度 她依然美得令人心动 胸口揪疼的难受 我很想求她说 可不可以别去 可不可以留在我身边 可此时 她的脚已经跨出了家门 只留给我一道智能锁的 电子提示音门以上锁 我的胃跟着电子音撑了一下 接着 呕吐感接踵而至 你这么大的人了 也不知道照顾身体 要不是我刚好找你 和对明天订婚流程 你是不是就准备硬撑下去 私人病房内 好兄弟看着我手背上的针头 冲着我数落 我扯了扯嘴角 笑 也就是因饮食不规律 导致的胃胸卵 没啥的 掉完这几瓶眼水 又生龙火虎了 她打量着我的表情 问是不是和尹优威闹矛盾了 我没吭声 她怒气不争地看着我 真不知道 她到底给你下了什么酱头 你堂堂路是集团的独生子 整天围在她身边向下人 她哼一声 你连大气都不敢喘 不是吧 哪有这么夸张 我心里在反驳 还有她和那个孙杨 朋友顿住了 没有说下去 我心中一紧 怎么她也知道孙杨 朋友无奈叹口气 在别人背后 我也不好胡乱议论 可能还没有发生的事 总之我提醒你 要注意她 更要注意那个孙杨 我点了点头 放心 我心里有数 那小子没有表面 看上去的那么单纯 我这边还在找人查她呢 挂水到12点多 我被朋友开车回了家 家中漆黑一片 推开卧室门看了看 尹优威没有回来 尽管早就知道结果 可心里还是闷得难受 我给尹优威拨去电话 传过来是尹优威略带颤抖的声音 怎么了 怎么还没回来 嗯 和流言在外面喝了点酒 等会就回去 你先睡 她的声音沾满情欲 又支离破碎 我不敢想象她现在 在和孙杨做些什么 闭上眼 深呼吸一口 是时候该斩断这一切了 订婚宴如期举行 舞台效果梦幻 尹优威也美得令人失息 尽管她昨晚是快到天亮才回来 也丝毫没影响她现在的状态 她美丽动人 温暖明亮 头发挽在后方 露出她光洁饱满的额头 白皙的天鹅颈 带着闪耀着光芒的钻石项链 大家都赞叹她的美貌 很多人也终于理解 我的舔狗行为 原来尹优威化的妆这么漂亮 之前看着她天天清淡寡水的样子 不得不说 还是陆哥你眼光毒 如果我遇到这么漂亮的姑娘 我也甘愿为她付出所有 我听着众人的评价 看向站在我不远处的尹优威 她表面微笑着 只是看到台下某个角落时 眼神便暗淡下去 浮上些许伤感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宴会厅的角落 坐着失魂落魄的孙杨 她正望着尹优威 两个人目光缠绵 久久不愿分开 不一会儿 孙杨离开了座位 而尹优威见状后 也跟了出去 我站在大厅门口侧着身 看着两个人 一前一后 进了安全通道楼梯 十多分钟后 尹优威先从楼梯间出来 她的眼睛红肿着 一看就是哭过了 口红也花了 她没有回宴会厅 而是去了隔壁化妆间 数分钟后 孙杨表情痛苦 脚步跟呛地 从楼梯间走了出来 嘴角还有些淡淡红色 我冷冷看着一切 用手机都记录了下来 音乐响起 订婚典礼开始 重新画好精致妆容的尹优威 双手倾提裙摆 款款向我走来 如果不是她白眼球上的粉红 丝毫看不出她刚刚哭过 她深情望着我 眼中甚至浮上水雾 像是经过重重阻碍 终于找到真正爱情的公主 带着前程走向幸福未来 可我脑海中 只有她从楼梯间出来时的狼狈模样 我冷冷站在舞台中央 台下的孙杨 坐在尹优威朋友那一桌 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灵魂 我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那个六层高的甜品台桌前 深吸一口气 把蛋糕掀翻在地 所有人都震惊了 尹优威停下脚步 也呆呆看着我 我走到江在舞台中央的 司翼身边 从他手里拿过话筒拍了拍 呼 呼我吹了话筒两下 确认声音发的出去后 我说道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三件事 第一件 我和尹优威的订婚取消 这场就算我和她的分手典礼 从今以后 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件 她已经和初恋情人孙杨在一起 在这里我送出我的祝福 希望他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第三件 陆氏集团会撤回 对尹家公司所有的投资 说完 我又把话筒丢给了台上的主持人 让她负责处理好后面的事情 尹又威终于从震惊中回过了身 她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仿佛在质问我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场合中 撕破彼此的脸面 她浑身都在发抖 泪水从眼眶中涌出 为什么这么对我 她有些歇斯底里 因为你左脚先踏上了舞台 这让我很不爽 说完 我转身离去 直接忽略背后的喧哗和吵闹声 尽管订婚宴 只是请了双方最亲近的亲戚和朋友 可这件事还是被闹得上新闻 许多冲着陆家面子 给尹家公司的订单 都纷纷撤回 尹又威的父母拎着东西去过我家两次 都被我爸妈安排家里阿姨帮忙打发了 自己准儿媳 在订婚前夕出轨前男友 这样一向看中脸面的爸妈实在下不来台 尹家的新公司本就成立不久 也才刚刚站稳脚跟 如今 投资和订单纷纷被撤回 让他们再次陷入了破产危机 我把和尹又威现在住的这套婚房挂在了中介 收拾物品时 无意中发现 床头柜里 静静躺离一枚钻石戒指 那是我和他在一起的第一年 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当时他把戒指戴在中指看了又看 真爱倒不行 我和他说 等我们结婚时 你可以用这枚戒指换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只要我能给得起 拼了命我也会给你 他听后摇摇头 眼底一片璀璨 我只要你的爱 一辈子纯粹的爱 说完 他搂住我的脖子 柔软的嘴唇贴在我的唇上 那时的我们 无一也是相爱的吧 可惜往事随风 行云散尽 早已时宜是矣 我捡起那枚戒指 丢进了垃圾桶 钻石这玩意 如果没有赋予爱情的意义 它也只是块石头而已 我没想到 尹又威会来找我 也许是他回去房子时 发现我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 所以 他拼了命地给我打电话 说想再见一见我 犹豫了很久 我还是同意了 在公司楼下 在看见他的那一瞬 我以为看到了五年前的尹又威 他扎着高高的马尾 穿着简约驼色羊绒大衣 配着牛仔裤 青春靓丽 依然像的学生 活泼不识大方 我喜欢这样的他 曾经的我 最喜欢这样的他 原来 他都是知道的 对不起 他哑着嗓子 这是我们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他手伸过来 想牵我的手 对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 他抿了抿嘴 要哭不哭的样子 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 这几天我一直活在后悔当中 我 我不应该 我压下心口酸涩 叹了口气 我们结束了 现在的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久久的沉默 不知道在说什么 最后 我还是挖苦般说了句 你现在终于可以和他在一起了 不应该挺高兴的吗 为什么还非要见我 他嘴角向下弯 眼神空洞 就算和你分手 我也不会和他复合 我知道的 我轻吃一声 那你们还在湖边接吻 还在订婚前一晚做那种事 怎么 我是你们play的一环吗 就和我在一起时 和他勾搭比较刺激呗 我话说的直白难听 他人将在了原地 看着我时 带着惶恐和震惊 大概 他以为我只看到他们 在订婚那天 在楼梯间的那一幕 并不知道他们其他的事情 他无话可说 一脸苍白 陆昭 终究是我对不起你 他走了 肩膀一抖一抖 应该是哭了吧 看着眼前 关于孙杨的资料 我心绪复杂 不知道该不该把真相 告诉尹又威 当年孙杨确实去国外流血 之所以选择 那个契机 当然是想和尹又威 划清关系 他们恋爱时 尹又威是出手阔绰的 千金小姐 恋爱两年 她也从她身上 捞了上百万 尹家破产后 她怕尹又威 找她追回这笔钱 匆匆办理了 自费出国留学 不过 她大学的学分 并没有修满 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从国外毕业 这些年 陆续也谈过好几个女友 基本都是一年半载 就分手了 最近听说尹家 又重新起事了 所以才回来 想抓住尹又威 这个傻白甜 我曾揣夺过孙杨 重新回到尹又威 身边的目的 可没想到 她居然能卑劣至此 自己不努力 只想借着女人上位 脑海中突然想到 那天晚上他们在湖边 孙杨对尹又威说的那些话 我深深叹了口气 算了 还是尊重他人命运吧 尹又威也不是三岁小孩子 这些事情 只要他想去查 我能查到 他也能查到 更何况 他对孙杨的了解 远比我要深 不过 我依然不打算放过孙杨 他之前被地理给我使的阴招 我还没有还给他 我让调查孙杨的人 继续帮我跟着 有什么异常情况的话 再来和我说 回家后 我在公寓的门口 看到醉醺醺的尹又威 他怎么找到我的住所来了 我有些头大 他看见我 眼睛一亮 陆招 你回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我忘记了家里密码 进不去了 大概喝了不少的酒 舌头都有些大了 他艰难爬起身 眼神迷离着 就搂住我的脖子 你出差这么多天 我好想你 他就想亲我 我身子僵了一瞬 还是一把扯开他 让他靠在墙上 掏出手机 给他妈打了的电话 让他尽快把自己女儿接回去 他晃了晃脑袋 有些不明所以 陆招 不 我不要回家 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要和你住在一起 你别赶我走 我会很听你话 看到隔壁门打开 胡疑地看着我们 我无奈打开房门 把最诚意他尼的尹梦威 半拖半抱进了房间 他头窝在我井间蹭啊蹭 然后开始 截我衬衫的扣子 我一把将他甩在沙发上 冲他吼 别借着酒精耍酒疯 我们分手了 懂吗 他愣愣看着我 眼泪开始涌出 你不要我了吗 我坦然点头 他摇头 不愿意相信 你骗我 陆招 你只是在生气对不对 我可以改 我以后全部都听你的 好吗 晚了 什么 他茫然 当我看到你发给孙杨那条微信 说你爱的人是他时 一切都结束了 尹又威表情空白 片刻他彻底崩溃 捂住脸痛哭出声 引母来接尹又威 他看着我几次欲言又止 我知道 他也想劝我 我嫌他一不开口 阿姨 别劝了 我和他结束了 以后你也劝着他些 别喝这么多了 毕竟不是每个男人都会像我一样 让您接他回家 尹母脸上有些尴尬 给我道了声谢后 扶着尹又威走了 我针对孙杨 做了一套 围追堵截方针 主打一个 让他在江城混不下去 他去找工作 我便找到那家公司的HR 把他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他去创业电商公司 我便找人搞垮他的店铺 他开实体店 我就安排几个花壁大哥 在他店门口晃悠 客户来了就大喝一声 很快 他手里仅有的一点存款 也被消耗殆尽 尽管尹家公司 已经在走下坡路 不过怎么也比 两手空空的孙杨 实力要强很多 他提出入赘尹家 承诺会全心全意 帮尹家父母 打理公司生意 尹又威爸妈年龄也大了 经历两次生意场上的变故 也确实心力交瘁 想退居二线 再者 他们见女儿和我这边复合 彻底无望后 也开始劝说尹又威和孙杨复合 尹又威同意了 因为他怀孕了 我知道 肯定不是我的 他怀孕时间 和订婚那晚 出去见孙杨的时间吻合 而在那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 尹又威是排斥我的触碰的 一个月后 他们匆匆举办了一场 简单的婚礼 邀请的都是一些 亲近的亲戚朋友 在一家不知名的酒店 办了十来桌 想想也是挺唏嘘的 如果尹夫还是当年的实力和地位 怕是这十来桌后面得再加一个零 不过 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从今以后 我和他再无关系 而我和孙杨的那点破事 也一笔勾销 是福是难 希望他都能有勇气承担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之前一板一眼的状态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再次听到尹又威的消息 已经是半年后了 那次在酒吧和朋友们一起喝酒 不知道是谁先开头提了句他的名字 后面就有人说了他的现状 说是快生了 还整天挺着肚子忙前忙后 每天看到他去菜市场买菜 据说尹家公司在孙杨的手中 也并没有出现好转 基本濒临倒闭边缘 这个和我没有关系 自从他们结婚后 我直接将他们绝缘在我生活之外 也从没对尹家公司做过手脚 那朋友又说 尹又威现在二手网站 在卖自己的奢侈品和首饰 说着还给我看了看 他拍在平台上的图片 基本都是前几年 我买给他的那些东西 朋友说起他时 也满是唏嘘 如果他跟着陆哥 怎么可能沦落到 卖这些东西来填补窟窿 众人目光向我看来 我笑了笑 说了句 都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再回忆 只会我给自己添堵 朋友们自然也懂 大家说笑两句 把这个话题跳了过去 两年后的一天 我和家里安排的联姻对象去吃饭 在路口等他的时候 我遇到了抱着孩子的尹又威 不到三年时间 他苍老的 我几乎认不出 上身是宽宽松的一件毛衣 下面穿着一条灰色的运动裤 手里拎着好几个袋子 还抱着一个两岁大的女儿 边上的孙杨 双手空空 正在玩着手机 大概是我太过于震惊 久久盯着面前的人 感受到被注视的女人 抬头向我看来 四目相对 她的瞳孔猛然收缩 抱紧了手中的孩子 好 好久不见 尹又威 捏如着嘴唇开口 我大方和她打招呼 道 确实好久不见 孩子挺可爱的 像你 她点了点头 明明嘴道 嗯 女儿叫念念 两岁了 她眼眶有些红 声音也低了下去 女儿 曾经在我和她的未来计划中 我一直想要个女儿 我说 如果是女儿的话 肯定会像她一样漂亮 她却想要个儿子 后来我们达成一致 儿子女儿都要 孙杨有些不高兴 因治着脸站在一旁 在我和尹又威身上 撇了撇去 此时和我相亲的女孩过来了 她出门时拍了照片给我 所以我一眼便认出她 我冲着她招手 女孩走近后 可能是自尊心在作祟 也可能害怕尹又威物 以为我没从她的情伤中走出来 鬼使神差的的我开口 和她们介绍 我的女朋友 她叫 女孩试试接话 我叫雨飞 你们好 我和陆哥要去吃饭 一起吧 她发出邀请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 感激看了她一眼 想着等会好好向她解释解释 尹又威看看雨飞 又看看我 脸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不了 谢谢你们好意 我和孙杨还有事 下次吧 说完 她抱着孩子仓皇走了 孙杨扫视了我们一眼 也跟了过去 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一声怒吃声 见人 怎么还想着过去老情人啊 没来眼去的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心底无声叹了口气 本以为看着她落魄 我会快意会欢喜 可真的看到这样的她 我还是觉得胸口一些不舒服 不过 我知道 这些都和爱情无关了 带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正在和女孩手牵着手 我下意识松开 却被她抓得更紧 我向她解释 刚才谢谢你 话还没说完 就被她堵了回去 怎么 女朋友牵你手的资格都没有吗 低头看向她 她眼神真挚 眼中闪烁着点点星光 让人沉醉 好吧 就从这里开始 我的新生活吧 虽不知道未来因果 但是我依然会抱着真心 珍惜身边的人 秋高气爽 风光正好 我会握住她的手 曾经覆盖在心头上的阴霾 被风吹散 被阳光消融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